都说朋友期不可期 但娱乐圈有一对情侣是个意外 申君仪和贾尼同居八年 最后却分道扬镳 贾尼转身就嫁给了 申君仪的好兄弟谢小兴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969年 贾尼出生在山东神烟台 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 贾尼在表演方面 也有很高的天赋 气质出众的她 受邀参加了《哈罗比基尼》 这是她人生中的 第一部影视作品 从那以后 贾尼心里埋下了梦想的种子 经过不断努力 贾尼参加了很多影视作品 但是没能活起来 直到2000年 贾尼和陈红周迅等人 一起出演了电视剧《大明公词》 她把一个冷酷阴险的伟皇后 演得淋漓尽致 当时电视剧收视率不错 剧中很多演员都成了 炙手可认的明星 之后又在《大明公子元搬人马》 打造的《橘子红了》中 出演机关算尽的《二一泰燕红》 当时一些观众入戏太深 以至于贾尼去菜场买菜时 还被卖菜大姐冷眼相对 后来贾尼出演了几部电视剧 如《大宅门》 《爱情悠悠药草香粉》等 虽然只是配角 但她出色的演技 仍然受到无数观众的喜爱 她被媒体誉为 中国十大悲伤女星之一 因为她演过多次悲伤的角色 贾尼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同时她的感情生活 也逐渐为人所知 1992年 贾尼认识了比她大12岁的申君怡 此时的申君怡 刚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 但陷入爱情漩涡的贾尼 并不在乎这些 义无反顾选择和申君怡在一起 他们同居了 一住98年 像普通的夫妻一样 一切只不过是缺了一纸 证书罢了 贾尼曾经多次提出结婚 可每次都被申君怡 用不少理由带过 这几年工作忙 等过段时间 你还小 招什么急呢 结果这一等啊 贾尼从刚毕业的年纪 已经到了31岁 却还等不到那一纸 圣书的承诺 这时的贾尼也算是 看清申君怡了 气愤的提出分手 申君怡一直觉得 这是她一气之下的冲动 却没想过 贾尼真的会如此狠心 彻底和自己决裂 可是八年的感情 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对贾尼来说 付出八年的青春 就永远也回不来了 也许是为了赌气吧 分手后的半年呢 贾尼嫁给了 申君怡的好兄弟 谢小星 上海一家公司的CEO 都说朋友期不可期 谢小星不仅没有回避 反而与贾尼在一起 半年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知道消息的那一刻 申君怡恨兄弟挖自己墙角 但是真正推开贾尼的 不真是她自己吗 婚后谢小星对贾尼格外宠溺 这让贾尼感受到了 被爱的感觉 之后贾尼为谢小星 生下了一儿一女 为了照顾家庭 贾尼也逐渐退出了娱乐圈 但她不想完全放弃 自己的演艺视野 也担心谢小星会有什么变化 比如外面有人之类的 谢小星得知她这个想法后 直接把她骂了一顿 当时我实话是说 当时我都疯了 你为什么疯了 因为我压根没想过这事 骂我 她在车上就骂我 我当时我疯了 我破口大骂当时 可以看得出 谢小星是真的很在乎贾尼 也许当时贾尼嫁给谢小星 有赌气的成分 但没想到 阴差阳错地 成就了一段幸福美好的姻缘 申军仪也没有传出再婚的消息 至今也仍是单身 现在的贾尼身边 有一个深爱自己的老公 有一个幸福的生活 可以说是一个人身赢家了 关注老义父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那些事